他叫马达五代 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 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 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 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说一声时到的抱歉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有请 大家好 春多哥哥好 你好 来 请坐 这位小兄弟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 您叫什么名字 从哪来 我叫马达五代 来自宁夏 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 二十年前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赌气就离家出走了 本来想出去吓唬家我爸爸的 但是没有想到再找不回去家的路了 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了东西 缺了两样东西 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 没有爸爸陪伴我 我心里难受 难受没办法 这是我的梦想 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 我们一家子 能照顾全家福照片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爸爸开拉面馆 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 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 就这么来回的转 来回的转 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 非常的帅 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 就有一次呢 跟那小朋友出去玩 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 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 头上那个硬币的 就里面来过那小人 变成玉机 对 跳来跳去的 挺好玩的 那会儿找到爸爸没有说我 他说以后不许玩这里面去玩了 他说这个不好 我感觉游戏好玩 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 我在床上躺着琢磨 那游戏真好玩 就那一次 我等我爸睡着的时候 从那逃了一回去 逃了多少 五十 偷了爸爸五十块钱 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 我把那五十块钱玩的 就剩了有两三块钱 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 当时我很怕 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 然后我就说在地上捡的嘛 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 还在撒谎 然后我爸爸就领回家了 那次打了我是最狠的 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 拿了裤腰带狠狠地抽抽 就这样来回的抽啊 这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浴青 他说你还去玩吗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神奇 最后他拿2000年那种洗衣服的 脱一板木头的 他就叫我跪在那上 最后朝后面又去拿了三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码 就这么长 给我头上顶了两三块 那已经是晚上了 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从那天我就恨爸爸 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 打我打得这么狠 这后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 我装着睡着的时候 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摸了摸我伤口 他说你要听话 爸爸能打你吗 我就在被子装着睡 等爸爸睡着了 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地下来 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就去了一个救货市场 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 我看爸爸来找不找我 让你担心我 气急你 对 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 我就在那救货市场这么来回地看 来回地看 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 左看右看了没有来 救货市场不远处 有个那样的桥嘛 天桥 看到那一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 这我感觉这个很好玩 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了 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 树上都踢着爬着跳到那个车厢里 当时你觉得害怕 觉得很好玩 但是我睡着了 在火车上睡着了 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看到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就跟着他们出去了 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 还是心里担心爸爸 怕我找不到 所以你在那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对对对 就在那商场门口 就一直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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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肚子有点饿了 想爸爸了 想爸爸给我坐在那碗面 我就哭了 又就去了一个面馆 一会儿拉面 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 我就想进去叫我拌了面吃 但是我不敢 看到有叔叔在那吃拉面 真香 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 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 就吹吹吹吹 一下子是这样 当场我就缠了 我就受不了了 就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爸爸就给我坐在那碗拉面 我当场就在对前的窗户那里哭我哭 到了第二天呢 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 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 看看这是不是宁夏 附近的一个地方 嗯 他说不是 这是青海海东 就是平安县嘛 你都出了 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对 他说非常的远 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 我说这回坏了 想回家回不去啊 当时我就 一直在那火车站边 然后蹲着一直找 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 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 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 回不去 回不去 问完这叔叔呢 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 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 有那种小黑狗 他就等在上面吃东西啊 小狗也是没人要 这回想了想 把他抱到怀里 抱回来了 也逗他玩 最起码有 我东西陪我 我那小黑狗是我 只有这样抱着 来回地摸摸 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 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 最后就眼泪流得到这了 小狗呢 拿他那个舌头 小狗那舌头压得过去 舔了一下 转到晚上呢 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 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 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 反正也没地方去 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 把小黑狗放在那里 就开始逃动逃动 睡到了半夜吧 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 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 找不着了 然后我出来就叫 叫这个小黑狗 一直叫 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 小黑狗没有回来 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 那小黑狗就回来了 回来的当时 我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他叼了半个嬷嬷 在我抱着那小狗的时候 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 我还没有来找我 我说爸爸要找到我 我把你抱回家 养到大 养到死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 自己从家跑过来 后悔 我这些年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到了第二天早上呢 当时我想一想 去西宁吧 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 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 临走时候 我把小黑狗放在电影院 输入那了 我如果抱走他 他跟我在一起 吃不饱 又有地方睡 我就坐着车 去了西宁嘛 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 火车站这个地方 一会儿来回地转 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 我肯定要知道的 就想找个工作 你觉得爸爸妈如果找你 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对 找着工作了吗 找到了 就牛肉拉面馆嘛 牛肉拉面馆 嗯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 我发现了我拉面事后 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 他拉面的样子 有时候能摆 能回面帽子 扣到耳朵这边 歪歪的 歪的脖子也就是 然后再拉 我就跟这叔叔说 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 最后就是师父就这样开始教我了 以前学的时候我确实有点难度 就把这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 从中间挖个坑 然后就到把那个水啊 把那个面坑倒满 然后用手来回地扒拉 把那面刺光 就开始拉 那头面在这个缝的夹着 然后就这么转 再来回转过来 只能一收 再来出来收 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 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 拉着一个 没有粗的 没有细 就是一样的均匀 就行了 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 学了半年呢 有这个专务给人介绍工作的 我就去 他说你会干的啥吧 我说会拉这个拉面 跟刀销面 他说那你去河南临州吧 你当时有概念吗 河南在哪 当时我没有看见 出来的时候 就想靠自己的努力 挣点钱 就想自己找回家去 但是我没有想到 到了临州这个地方呢 没有火车站 当时我就得想 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 如果爸爸来找我 我就不知道 不想在那干 就要从这地方出来吧 我说我去 安阳火车站 在火车站的附近 就找这个 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 转了两圈吧 就找着了一个 我就在这干嘛 因为这个店 临着火车站 也是非常的近 就像那叫我爸爸 来找我的时候 能看见他们 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 也确实太累 有一压子躺着船上我 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 酸疼酸疼那种 躺着船上就这么 天天地捶啊捶 一个月 那时候 那时候也就是400万元 第一次开着工资 就是买到这个 买了一部手机 在网上查这个 巡人启事嘛 就是2000年 离家出走的这个 孩子们的这个 巡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 但是我翻了一边 又一边没有 碰见那两个 灰不垃圾的那种 小土狗 因为我喜欢狗 就想到我那一回 收留的那个 小黑狗 所以我把这个狗呢 抱回家 最起码的这个狗呢 有个地方 也饿不着 就这样来回地抱抱抱抱 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 我喜欢狗 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 我知道饿的滋味不好受 虽然我工资不高 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 最后我就这样 把这些狗呢 一个一个的送走 送到人家里 送的时候我还要问它 两个问题 拿回家吃呢 还是喂呢 它是为了玩 为了看家 那我就给它们 就这样把狗一个一个的 送走的时候 我心里有点舍不得它们 它们都有家了 我没有爸爸 我没有妈妈 我说爸爸妈妈 哪时候能来找我们 我的小狗都有家了 我也想回家 就这样在那门背后 蹲下了哭啊 哭 哭完了有时候 感觉自己 当年 就是傻 愚蠢 如果大伙开门 它们出来了以后 你会怎么做 我要跪在那里 给它磕头 叫它们原谅我 我对不起它们 儿子错了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 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它 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犯了错误 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 但是呢 要注意方式方法 还是要说服教育 这种方式 不能动手 打 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 如果打得很重了 就是构成犯罪了 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 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 因为六岁的孩子离家出走 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 后来自己身处何方 所以不要离家出走 如果是 这样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 流落街头了 可以向警方求助 谢谢大家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 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 几乎一动也没动 可见他内心的沉重 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 再向我们叙述了他的过去 我觉得你的父母 如果今天来了 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 他们会原谅你的 他们会心疼你的 浪子回头 金不换 郁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 面对着大家 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 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这是对他的祝福 那小马 站起来 我们勇敢的抬起头 挺起胸 来一起看看 爱心心团 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马达五代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荣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 我们已经看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您的父亲 名字叫马俄萨 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 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家人都是回族人 另外您还记得 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 家中开了一家面馆 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 为您展开了寻找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 我们立即开会 讨论相关线索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 所有的火车站 周边500米的范围内 作为一个重点 进行走访 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 有一位马姓的男子 在2000年左右 丢失过一个男孩 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 这个马姓男子呢 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 已经不知去向了 我们立即对周围的居民 进行了走访 寻找相关的线索 希望能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找到这名疑似男子 于是我们立即联系 双方采集血压 加班加点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警方的不懈寻找 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小马 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自己受这些年罪 不怨他们 就让我自己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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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别留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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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坐着 妈妈妈坐着 妈妈妈坐着 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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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别经历 别经历 找到了老爷子 找到了 不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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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妈妈 妈妈坐着 要不然马来小马 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 我们妈妈养活了 来 你爸爸妈妈坐着 爸爸妈妈坐着 好了好了 马叔叔 来 马叔叔 不哭了 咱们拿着走过去吧 爸爸妈妈坐着 来 来 带着爸爸妈妈过去 走吧 走吧 咱慢慢说 慢慢说 咱不着急 慢慢说 来 坐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来 先都擦擦眼泪 先不哭了 看看 来 小马 马大五代 看看 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看了 老了吧 老了好多了 小马 你记得没错 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 回渡自治区的银川市 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 一个爸爸妈妈 这些年 爸爸为了找你 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 一直在找 但是找不到 爸爸妈妈 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 看看 有没有印象 这是你的小衣服 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 好好的收着 想你的时候 就拿出来摸一摸 洗一洗 没有你在身边了 就只有这衣服 能安慰他们了 我再给你看两个东西啊 这是一本 半年历 里面最重要的一页 是这一页 爸爸 全出了这个日子 3月12号 看 这几页 你拿着吧 每一年的12号 每个月的12号 你看 爸爸都是 做了一个标记 爸爸是想 一年一年 一月一月 一天一天 他要牢牢记着 跟你分开了多少天 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 这是你的照片 看看 戴着个小灰族帽子 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 到处打听 到处的找 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 这些年你找儿子 是怎么找的 爸爸就拎下 就整个反变了 爸爸就找 我把妈妈过去 一万块钱 你每个爬了 我就找我爸爸 听到了吗 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我就 我找我的妈妈 我就找不见 我就 一天一天 一天 点着 走 只有我这一口气断了 我就不走 气不断了 我继续走 我很感谢 我也 找到我的儿子 找你的时候 好了 你说了 五天救命 一世一天 我等到今天 这一天 五天救命 一世一天 我就教授你 我没小心 你跑那个 没小心 跑那个 我爸爸 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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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对 刚才我也给爸爸说对不起了 但是 光说一句对不起 有什么用 也迷不过来 迷不过来 这二十年的 爸妈受的罪 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孩子 爸爸妈妈一定 能原谅你的 你也别愧疚了 只要我们一家 你断断愿 平安 就行 这才是最大的幸 我跟爸爸妈妈拗影 是什么 我跟你说 是什么 是什么 她可能是不错 我说 有什么 这个幸福美满的新生活